在这段时间,美国媒体关于勇士队经下操作,给出很高的评价,在这个夏天的自由市场,确实很多球员都离开了自己的球队,而在这一波交际热潮中,未免冠军勇士队并没有示弱, 他们虽然送走了麦基、帕朱利亚、尼克阳等球员,但是考新斯的加入,无疑让这一切都变得更有价值,何况球队在之后,又得到了三层命中率,超过四种的大前锋尤纳斯杰雷布科,这让他们的替补阵容继续升级,虽然球队已经牵涉了考新斯,但考神的声势注定,他没有那么快为披挂出阵, 这也是很多球队不愿意接受这位全明星中锋的原因,但是,勇士队有足够的耐心等待,这位超级巨星回归,他们有足够的实力,在考神还没回归的情况下,和其他球队抗衡,虽然这一切并不会太容易,麦基,帕朱利亚已经离开了球队,考神又还没回来, 新赛季勇士队首发中锋的位置,一直全而为定,目前,勇士剩余的内线有卢尼,乔达贝尔和达米安琼斯,科尔表示愿意给达米安琼斯一个机会,这三个人都各有各的不同,我们也喜欢这样的差异,但是我们挺渴望达米安琼斯出现在首发中锋的位置上的, 科尔说道,他在圣克鲁兹勇士勇士下属发展联盟球队,一直努力训练努力打球,他的运动能力非常爆炸,身体也很有力量,把他放在场上和四个全明星搭配,会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。 这个,夏天,勇士队在替主习少了一位三分射手,尼克扬已经成为自由球员,他回归的可能性很小,贾斯比已经被球队彻底放弃,好在球队今下引进了捷雷布科,这位瑞典人的外线投射能力不断在进步,生涯了前三个赛季,他的三分命中率只有30.6%,过去五个赛季他已经涨到39.1%, 上赛季更是涨到41.4%,这样的三分准星,让杰雷布科,对荣入勇士充满信心,但是,这位身高2米08的大前锋,表示自己的能力不至于投射三分,谈到科尔选择他的原因时,他显得自信满满,杰雷布科表示,我在联盟里十年了,我知道史蒂夫科尔和这些家伙关注过我, 知道我在场上能做什么,我会尽我所能帮助球队,不管是防守堆,抢断或者抢篮板,还有拼劲,你能够看到我在场上无处不在,我们期待勇士队下课赛季的表现,希望考心思和杰雷布科,能够在新的球队打出好的成绩。 感谢观看